有这么一个恶毒皇后 她每天都要问魔镜 魔 魔镜 和我一样笑喷的扣衣 等等 嘟嘟嘟嘟 现在有条新闻需要插播 在30天之后 王子将会为加冕仪式挑选妃子 请所有年轻的漂亮姑娘 都做好充足准备 皇后这一听 你也骂白雪公主是吧 俺绝不会让你坏了好事的 你也骂白雪公主是吧 你也骂白雪公主是吧 你骂白雪公主扁到厨房做饭 炸猪牌火开到最大的那种 就不幸回不了容 直直等到30天后 王子的加冕仪式已经到来 皇后也已准备就绪 打扮得津津至至 你俩慌啊 有十八分钟 你以往就卡着菜头呢 随即 魔镜来了电 王子已经驾到 当当当当当 一番帅气走秀 一个华丽转身 哦呼 安来咯 别废话 秀出你的故事 咋了王子 晕车了吗 贱臂 快拿檀鱼给王子 只见白雪公主快不走 将檀鱼交给王子 哪知等王子吐爽了 将东西交回给她时 乖倒 怎么给关小黑屋30天 这脸却在发光啊 皇后都傻了 这都是怎么回事 我从没见过这么妖娆的魔镜 为了得到王子的青睐 竟打扮得如此妩媚 但白雪公主的出场 直接就把王子迷得不要不要 明明皇后已经把她丢到厨房 烧柴火烧了一个月 本该脸会黑成炭 怎么现在却白到发光了 魔镜赶紧打开CCTV 看看公主这些天来 到底都偷偷默默干了什么 原来她起初已经黑得不行 每天都在发愁 哪知旁边那神奇的海螺 竟变成了仙女叫母 正在为你的黑脸蛋发愁吗 是否不想变成黑雪公主 被担心 俺老先自有妙招 诺 给你俺的神奇海螺 只要用了它 包你的皮肤吹弹可破 就连睡美人 用过了都说好 她瘫在床上这么多年 用完了 脸蛋都水水嫩嫩 好似初恋吗 而且你别说 这仙女人还不错 见公主这老土别不会用 更是亲自上手 手把手一对一教学 要这样拍一拍 点一点 扭一扭 哎呀 这搞个半个月 脸就已经白回来了 虽然公主一脸鲜肉样 但一番精心打扮下 出门都能和仙女做姐妹了 皇后气到发抖 王子听了 都对这神奇海螺感激不已 那么白雪公主 愿意嫁给我吗 随即白雪公主答应求婚 便下达命令 把这魔镜丢地摊上卖了 接着公主献上秘吻 仙女教母就从海螺里飘了出来 原来 她一直被禁锢于海螺里头 只有公主和王子在一起 才能把她解放出来 哪知王子一见到她 我送过来的妈呀 就这样 白雪公主和王子 永远幸福地在一起 你要说这原著吧 她好像毁了 也没有完全毁 而且别走开 接下来 还有泰国版灰姑娘呢 泰国版的狗血灰姑娘 你看过吗 十二点一到 灰姑娘就得离开 哪知她一个转头 梳子就顺着发丝柔滑地掉了下来 王子一看 乖倒 这么顺滑的头发 到底是用了什么宝贝 于是她进行全国直播 要求找到这玻璃梳子的主人 而变回凡人的灰姑娘一看 立马就兴奋地跑回家 打算找到自己的真爱 哪知在窗边 却出现了个捣蛋鬼 她是灰姑娘的恶毒姐姐 此次前来 就是要偷走使灰姑娘头发柔顺的 磕磕排护发素 只见她摘下口罩 鼻子那么一洗 她兴高采烈 贴着护发素就快马加鞭 而等灰姑娘出来一看 乖乖 老子的宝贝去哪了 这样一来 俺洗完头后 头发不就干到打死结了吗 到时站到王子面前 不尴尬到扣脚了 而此时在王子的宫殿里 所有女人大排长龙 却没一个能丝滑梳下梳子的 灰姑娘站在一边不知所措 哪只姐姐却拿着护发素登场 原来她只会用洗发水 不会用护发素 只要灰姑娘教她用 她就把东西还给对方 随即灰姑娘手把手教训 只需护发素挤在手上 再从头到尾搓一搓 就轻松搞定 学费了吗 接着灰姑娘跑到王子面前 却被姐姐一把推开 对方拿起梳子往下梳 结果到了一半 还是打劫了 灰姑娘想要夺回梳子 但姐姐死活不肯罢休 两人一番争夺 梳子却给抢上了天 只见灰姑娘占好位 梳子就从她头顶滑落 如此丝滑如此柔顺 完美 看着王子满脸开心 灰姑娘以为要得到真爱 哪只对方却说 王子 我是用了磕磕牌护发素 行 侍卫 这牌子的我全包了 俺也要用 笑死 泰国的广告也太会玩了 就问看完蛋 还有不服的吗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